台北市長柯文哲來到國境之南 跟民進黨籍的屏東縣長潘孟安 進行市政交流 順便讓北市府員工放放風 台北市政的同仁 以前我們出去做市政交流 出去的人都沒那麼多 所以表示說這個地方一定是老玩 柯P全台走透透 2020總統大選 一直具備不可忽視的實力 傳出也成為蔡政府除了韓國瑜之外 第二個權力攻擊的對象 下禮拜的雙城論壇 恐怕又淪為蔡政府抹紅的標靶 我只是不喜歡他 用這個國家安全當黃之 他想怎麼用就怎麼解釋 這是我不喜歡的地方 今年雙城論壇行程曝光 7月3號柯P抵達上海 參訪完浦東基礎建設 隨即出席歡迎晚宴 7月4號則是雙城論壇主開幕式 柯P將參訪上海清創基地 跟台灣今年進行創業座談 7月5號則通通是參訪行程 將政治色彩壓到最低 就怕一不小心又被綠營大作文章 我們還是會在出話之前 把所有的行程全部寫清楚 然後還是會送陸委會 目前的這個行程裡面 對方並沒有安排國台辦官員的見面 從台北雙子心案被卡 到緊接而來的雙城論壇 會被綠營怎樣對待 柯文哲心裡已經有數 藥文靈光鎮的身居小組 屏東報導